装作如何? 快了, 已经差不多了 喂, 晓晓 爹地, 我的车你改的怎么样了? 我着急用的 差不多了, 马上就能取车了 这么快就搞定了? 是啊, 姚爷交代的事儿 你取代小姐的车, 我们哪敢怠慢啊? 今天下午就能取了 但是我今天过不来, 我先在机场呢, 准备出个差 我明天晚上回来 怎么样, 车改的给你吗? 你放心吧, 世界最顶级的音箱 绝对拉风 够哥们儿 那行 你等着我明天晚上回来 我过来取车, 好吗? 好了, 明天见啊 怎么样 萧萧说她明天过来取 她今天出差了 行了, 没事儿 赶紧忙去吧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是赵启萍吗? 喂, 我是 啊, 那个, 您的车已经包养好了 这么快 不是刚送过去没多久吗? 是, 呃, 您尽快过来取你的车吧 好吧, 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的,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是小曲的朋友 我来取车的 是, 你觉得呢 嗯, 这么看 确实还挺帅的啊 嗯, 这么看 来, 干嘛的呀 男朋友吗? 不认识 这车是你的 那曲萧萧是你 我女朋友 好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这小曲都没给我们提起过你贵姓 这保密工作做得还真是可以 车已经整差不多了 来, 你过来看看 我还在这车上 放了一张原生笔 你上车 关上车门 听听那笑话 不用试了 你把单子拿过来吧 我接账 赵单在这呢 看账单啊 啊 看了你也负不起 干什么 你谁啊 我呀, 我是这儿老板 股东 你不是要付账吗 四十一万 插卡二千 多少 四 你拿错单子了吧 我的车是送过来保养的 这些都是萧萧拓的东西 赵先生 车你开拢就行了 账就记在萧萧头上 这些都是萧萧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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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真的是不错 怪不得曲晓晓 肯在他身上花钱了 是不是 就是 你说 你这车音箱啊 这价格 都比你这车贵了 知道吗 我就是爸妈没生好 我要有你这张脸 我也这么花女人钱 我和许晓晓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 男女朋友 你就更有义务要付这张了 对不起 忘了 你付不起是吧 你是花女人钱的主啊 秦晓 哥 你什么事 你谁啊你 行不更名 做不敢信 我是姚斌 这样的朋友 你今天呢 要把这张结了呢 我祭你这条汉 晚上我请你吃饭 自罚三杯酒 我给你赔礼道歉 你要是付不起 那就别怪哥损你 小白脸吧 是不是花女人钱的小白脸 姓赵的小白脸 干嘛呀这是 别弄手 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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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打起来了 你那个姓赵的男朋友 把姚冰给揍了 那他人呢 当然是去医院了 我是问我男朋友人呢 许潇潇 咱们和姚冰一起长大 这么多年交情 他重伤了 你连一句话都不问了 你当我傻呀 肯定是姚冰先招惹的他呀 赵医生自己就是骨科医生 他手下有分寸 姚冰他不会有事呢 我现在马上回来 你们最好保证我的赵医生没事 你去帮我订 最早一分回上海的机票 什么飞机都好 什么位置也好 越快越好 今天我不是要去见陈老板了 你去跟陈老板说 我现在有事去不了了 你再叫我绝绝跟他谈 陈老板要见的人是你 我管不了了 我管不了了 骂赵医生小白鲁 这真的很严重 可不啊 男人什么都能忍 但是被骂做小白脸 舒软犯重话 谁都忍不了的呀 年轻生这么丝闷的人 都开始动手打人了 可见他真的是气坏了 我又是罪亏祸首 怎么被安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都动手了 真的 要不你给他打电话解释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 我已经买了飞机票准备回来了 可是我发现我连给他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 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特别害怕他一着急 他再气头上他就会跟我绝交 那怎么办 有什么我能帮你吗 许总 来登机 安迪 我现在要登机了 你帮我去看看赵医生好不好 我得知道他好不好 我现在一想到他在伤心难过 我整个人就要崩溃了 可是他现在在你家吗 我现在跟包子在外面吃饭 离得还有点远 要不这样 我看看二十二楼谁在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好 那先这样吧 挂了 拜拜 问你个问题 小曲她瞒着赵医生 花巨资给赵医生的车做了一个改装 结果赵医生就被小曲的朋友嘲笑为 小白脸吃软饭的 现在小曲该怎么办 赵医生才不会生气 这种事在你身上无解 如果你是赵医生的好朋友的话 你可以跟他一醉方休 听他倾诉帮他解忧 可是呢 你并不是 你能做什么呢 这种事 他巴不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可是现在小曲真的很难过 你相信我 男人了解男人 能让赵医生这种人动手的 一定是他绕不过去 他心里头有不为人知的这种隐痛 小曲是好心办了坏事 这件事只能他自己解决 也是 要换做事我我也会这样 你不一样 你还有我呢 这是要看我觉得 我可以为女人 他想知道我 我听说我 他就想知道他